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周一表示 在法国就有被捕电报创始人杜罗夫发表官方声明之前 俄方暂时不会做出评论 佩斯科夫指出 克里姆林宫并不知道杜罗夫到底被指控什么罪名 而在被问及普京在前段时间访问阿塞拜疆时 是否与杜罗夫在巴库会面 佩斯科夫予以了否认 还称普京从未与杜罗夫有过会面 他还指出 目前还未听到法国发表任何官方声明 而俄罗斯需要等待局势变得更加明朗 以了解法国对杜罗夫的指控 拥有俄罗斯法国阿联酋等多重国籍的电报平台创始人杜罗夫 与24日晚间在巴黎的一个机场被拘留 目前 坊间有关杜罗夫被拘留的原因有多个版本 包括西方国家希望获取电报平台的访问权限 来分析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等信息的说法 但可以肯定的是 杜罗夫拒绝与法国当局进行合作 而俄罗斯外交部则表示 法国正在回避与俄罗斯就此事进行合作 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